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是第八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这个 周长跟面积 OK你把它画起来 然后呢我们介绍的是 谁的周长跟谁的面积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长方形跟正方形的周长跟面积 OK好那我们快速讲一下 什么是正方形 什么是长方形 好所谓的正方形是这样子 四个边一样长的 然后都是90度的 就称为正方形 都是90度哦 那长方形的话呢 是90度 但是它的那个四个边呢 没有一样长 OK 像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长方形 但是四个角是90度的 四个角是90度的 那上面这个是正方形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长方形 好所以第一个 长方形的周长 好什么是周长知道吗 就是这四条线加在一起 就称为周长 那因为四个边都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正方形的周长怎么算 你把它写上去 是边长乘以4 把它写上去 边长乘以4 OK 那长方形的话呢 你看一下 这个长方形的话呢 一共有四个边 对不对 那其中有两边是什么 宽 其中有两个边是宽 然后其中有两个边呢 是什么 长 所以呢 它的周长也是一样 四个边加在一起 那所以会几个长 两个长跟两个宽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 长乘以2 加上呢 这个什么 宽乘以2 好 这个是第一个你要会的 有关于他们的公式 好 那下面有三跟四 你先马上动手做一下 分别是边长为10公分的正方形 把它圈起来 然后问周长 还有这个边长 长是宽 845公分的长方形 然后问周长 你把它算一下 我再来一会儿 我再来看 我再来看 这个边长 我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